想要变强就要偷摸圣女屁股 想要升级就要爆掉各路菊花 猥琐发育才能浪的系统 让她看起来像个变态的色批尖傻臂 可人女服 妖老铭记 纯玉圣女 若不业遇使女就变痴呆 她只是一个纯洁宅男 不知道了什么念 竟在无意体验VR游戏时横空穿越 当她摘下眼睛的一刹那她傻叉了 不是 我这是 在哪啊 哎 人生无常 大长包小长 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荒郊野地啊 她走着走着居然看到了一抹鲜艳的桃粉色肚肉 她激动着心 她颤抖着手 她纯洁的心灵抖了一抖 她猥琐地把肚都抓在手 这是 女人的衣服 我操还是热乎的 这是什么人间仙境啊 她学习雷锋豪榜样地寻找着施主 让仙子光着身子到处跑的事她干不出来 忽然一针 一针的水花声传来 一个长发飘飘的仙子从湖水中缓缓站了起来 她从头到脚地看着仙子的细腻和隐约的圆润 她绝不是偷窥只是在测量尺寸 就在这时超级作死系统激活了 这骚逼系统发布的第一个任务 竟然是让她触摸悬空门圣女的屁股 如果任务失败 她将丧尸全部智力变成痴呆 她无法想象 这个系统竟然会让她做出 此等天理难容人神共愤之事 这种情况之下 竟然只是让她去摸个屁股 家人们 我林天这辈子不说为国为民 好歹也是正直善良的好少年 咱就说想摸美女屁股这种事情 当然要做了 林天极不情愿地伸出了自己纯情的绅士之手 帮助圣女拍了拍屁股上的水珠 作死成功 经验加一百铜币加一千 恭喜升级 当前等级二级五图 玄空门圣女感觉到自己的屁股蛋微颤 她默然回头 你 你是何人 性格擅闯 思意窥探 我路过 路过 您继续继续 我的后院 极其隐蔽 机关重重 连只苍蝇都进不来 这个男人 虽说相貌极好 但如此轻浮还无耻 无耻银贼 圣女直接出剑 她要把银贼林天斩一剑下 出发作死任务 挑衅 躲避圣女的攻击 同时评价触摸手感 林天对着圣女直接比出了国际认证的挑衅手势 然后她狼狈不堪地往旁边闪去 勉强躲过了圣女的攻击 她跳上岸直接单膝跪地 然后抱拳 让圣女听她解释一番 圣女见此心中疑虑 难道此人是谁派来 有紧急知识找她财务闯进地呢 且听她如何说 不得不说 很软 很有弹性 唯一的缺点 就是有些小 再大写就好了 足死成功 经验加一百铜币 加一千 我 我杀了你 圣女直接暴怒 这世上怎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而林天心中也在暗骂 这世上怎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系的 为了摆脱这暴怒的圣女 林天突然回身对着圣女身后的密林大喊 老大救我 圣女就知道没有高手相互阵营贼 怎么可能闯进境地 可当圣女回头准备大战高手时 林天已经趁机逃出了圣女的府邸 圣女气眉气死不知道 但林天跑进不远处的城里时 她已经要累死了 她点开系统开始查看 这作死系统已经让她升级到了二级武士 摸个屁股给个好评就能升级武士 她的幸福生活正美滋滋地向她招手了 别跑啊小美人 墙那边是死路一条 什么东西啊 突如其来的段鹤吓了林天一跳 而随后飘落下来的人影却让林天老脸一呼 对不起 我 少远 你还活着 我 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